今天的简篇文章叫 Row of Ingram Cells in System Consolidation of Memory 它呢是这个唐刚娃呢 在2018年刚写的一篇文章 Nature Review Neural Science 唐刚娃呢他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然后呢他这篇文章呢 我觉得写得也非常的精彩 本文呢就是通过这个 Ingram Cells 然后呢来研究这个 Memory呢做系统性的这种 consolidation 那 consolidation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你小时候 比如被车撞了 然后呢你过了50年之后 你还是能记起当时的那个episode memory 或者说你小的时候 比如说中了六合彩 那你过了很多年之后呢 你还能想到以前的事情 那这种呢叫launter memory 那launter memory呢 普遍被人们认为啥呢 它是存储在这个脑皮肠里边 而这个最著名的 我们也经常讲的这个H&M这个病人呢 他呢就是海马呢 他受了伤之后 那么他以前的这个记忆 就是比如说小时候的记忆被撤创了 或者中彩票 他还都能记起来 就是说明这个launter memory呢 它不是需要通过海马 但是呢这个 这个H&M这个病人呢 他就不能形成新的这个memory 比如说他刚和你讲完话 过了一会儿之后呢 他忘了有和你讲话 他也忘了你叫什么名字 你尽管你告诉我他 就是他不能形成了 就不能再形成这个launter memory了 也就是啊呢 这个海马呢 他能维持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medal term memory 中长期的这种 比如两个月以内的这种记忆 比如海马 然后呢 他还不是这个sorter memory 或者是working memory working memory呢 是我们上两期讲的 是prefrontal 尤其到时候 lateral prefrontal 他呢通过这个 比如说你刚才 比如说这个match and delay test 你刚才看了一个这个sample 比如说是张学尔的一个照片 然后过一会儿之后呢 就短时间内啊 就是你一直记着这个张学尔的照片 他在这个 你在medial prefrontal里边呢 他有一定的 有几个审理员的放电 来代表这个 你刚才看的这个sample 是张学尔 然后接下来给你几个选项 比如说有这个张白芝啊 什么 刘德华呀 张学尔 那么你会选择这个张学尔的照片 那么这个张学尔的这个神经元放电呢 他是有一些神经元 在这个prefrontal里边来保存他 但这种神经元呢 他不会保持很长时间 他可能只能保持几十秒钟 这属于这个sorter memory 那么呢 在这个海马呢 我觉得应该叫中级的这种middle term memory 他呢 比如说你刚才这件事 就是 比如你刚才和一个人聊天这件事 他呢可能是你明天还能记起来 经过几天之后你还是能记起来 那么呢 你如果上了海马之后呢 那你明天这个经过几天后 记起来这个功能就没了 所以普遍认为啥呢 就是说 他先放到这个海马里边做这个middle term 这种memory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比如说 你那个中了彩票 刚中完彩票之后 那么最近这几天 比如说这两个礼拜之内 那么呢 你彩票这个事呢 他是放在海马里边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经过了几年之后 那么这海马呢 他就不管这种了 他就慢慢的把刚才那个所记忆的信息呢 他就转到这个 皮层 尤其是这个middle prefrontal这个皮层 然后来做这个long term memory 然后海马呢 来处理新的这个middle term 这个memory 那么这种这个记忆转移的这个 就是记忆他所在的这个位点 转移的 从海马转移到这个middle prefrontal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就叫做这个memory系统性的这种consolidation 这时候呢 如果他转到了这个middle prefrontal 那么你把海马再造成受伤 他也不会影响这个很早以前的这种记忆 但是海马受伤之后呢 他就会影响他那中程的这种记忆 比如说上两个月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记忆呢 按理说放在海马里边 你海马受伤了之后呢 你就记不住了 但是呢 对于这个远程的记忆呢 比如说你小时候中了彩票这个 因为他在middle prefrontal嘛 他还是能记住 而且呢 你海马受伤了之后呢 你和别人交流这种短程的这种 working memory 到处letter prefrontal 他还是完好的 所以说你还是和可以和别人正常交流 但是交流之后呢 比如过了这个两分钟之后 那你就忘了你刚才和他有交流过 因为那个他维持的那个working memory的activity 已经消失了 那百分呢是通过这个engram cell 就是这个记忆痕迹的这种细胞 那什么叫记忆痕迹的细胞呢 就是说当今有些新的技术 就是被研发出来 待会我们讲图二天 我们会具体讲这个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他发现了有一群cell呢 叫做engram cell 就是叫做记忆痕迹的cell 那是什么样的cell 叫记忆有记忆痕迹呢 就是第一点呢 他如果他经历了一个事件 比如episode 比如你创作这个事件 在经历这个事件的时候呢 这些cell呢 它是需要放电的 抓抓的放电 然后呢 这个放电之后呢 这个cell的 这些这个cell 它这些审理员呢 它的这个速图 它的这种连接呢 它是需要变化的 为什么它需要变化 把它变化之后呢 这相当于能把刚才这个episode 这个event呢 它通过这个图图的变化 能够把它给固定下来 能记住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在以后的时候呢 你通过这个样 这些cell放电之后 它呢 能够recover 或recall出当前那个episode memory 比如创作之后的 那个场景的那个过程 然后你对这一类的cell呢 进行研究 尤其研究者呢 它在这个 我们刚才说这个SCM 我们就是说 cetum consolidation memory 这个过程中 它放电起到什么样的 这个 什么样的生理特征 然后你就会知道 在整个这个 这个memory 做系统性转移的时候 它是如何来运作的 这种机制 本文就主要讲这个 这个过程 那这个engram cell呢 它主要存在于 这个figure 1的 这几个带伞的 这个区域里面 比如说这个 这个ACC 就刀手 尤其是老鼠的刀手ACC 和人的ACC 就是anterior singulate 就singulate 靠前面那个区域 还有啥呢 那个oFC orbital frontal 然后还有啥呢 海马尔就是绿色的 那个 就是海马尔区 海马尔呢 它如果和外边交互呢 它前面有个interhino 这个cortex 然后 海马尔呢 主要做这个片段记忆 然后那个 浅蓝色的那个呢 它是Amigdala Amigdala呢 它 相当于最后 比如说 你想知道 你对这个事件的一些情绪 比如说 你中彩票了 你是开心 然后 它相当于一个violence 或者是utility 对它有个评价 那是在这海马 来给它一个评价的 比如说你撞车了 那是产生恐惧 那么海马呢 它有些是放电 来代表这种恐惧 那最后 你在提取这个memory 或者code memory的时候呢 提取memory 你通过那个事件 你能感受到这个情绪 就说明啥呢 Amigdala呢 它是最后需要被这个 通过一些context queue 来被激活的 然后通过这个 你看到了这个context 你又回到了 就是中彩票那个地方 你又想起当时的场景 你会很开心 那么呢 它会这个induce出 这个Amigdala 重新放电 叫reactivate 那我们首先讲 就是 就是在这个海马或者是一些记忆相关的区域受伤的时候呢 它经常会出现两种这种叫健忘症 一种呢 是前向的健忘症 就啥呢 就像海马受伤的时候 那么你呢 就不会 形成新的记忆 叫前向的健忘 比如说你和人 经过一段聊天 比如说 你接下来 比如说 被人揍了一顿 那你隔了几天之后呢 你问他 之前我有没有打过你 他就忘了这件事了 尽管他之前脸上的伤疤还在 他已经记不起谁打过他了 另一种呢 就是后向的遗忘 后向的遗忘呢 也分为两种 一种呢 就是很早以前的事情都忘了 就小时候的事都忘了 那可能比如说脑震荡 把那个middle prefrontal给伤了 那么呢 小时候的事都全都忘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前两个月的事情忘了 这可能和海马受伤 比如海马受伤之后 你前两天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是在那个创作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他都记不清了 因为海马呢 主要负责这个最近 就中期的这种记忆嘛 就是近期这两个月的记忆 都放在海马里边 那么就有一个人发现啥呢 就是 就是你干扰一个人的记忆 那这个干扰记忆呢 往往呢 是近期的记忆很容易被干扰 而这个长期的记忆呢 不会被干扰 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 你要记一串数 二三五七 那么呢 然后就接下来 我说一大堆别的事情 然后呢 来干扰你 然后你再问你 刚才我说的是一个什么数 你可能就很难记住了 但是呢 我问你 你之前你自己的号码 电话号码多少 那你就很容易记住 同样的数字 因为你很早以前记的东西 却不容易被干扰 刚才记的那一串数字 你可能现在就忘了 我现在就刚才忘了 刚才讲什么数字了 这就是说明啥呢 这个记忆呢 它是需要一定时间 需要把它啥呢 慢慢强化 就是像我们说的 把它从海马搬到这个皮层 来做这个长期的记忆 就像从内存里边搬到这个 这个硬盘里边一样 这样才能永远记得住 第二点呢 就是这种就consolidation 这种信息的这种搬运呢 它是需要时间的 而你在这段时间里呢 你干扰这个 比如说干扰这个memory 干扰这个内存 就干扰你刚刚学的这个东西 那这些东西很容易被破坏掉 但是呢 你却很难干扰到 已经放在硬盘里的东西 那就有一些人 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 叫indexing的这种理论 就海马尔的indexing理论 那海马尔啥呢 海马尔它其实里边并不表达 说具体的这个 IP showed memory 具体的某个主件 比如说 你在这个 比如JRHospital 买个彩票 中了5000万 那么呢 这个JRHospital这个场景 和那个彩票的样子 还有你看到那麦彩票的人 这些东西呢 它实际都存放在啥呢 Cortex 而海马尔呢 只是存在了一些index 要像指针似的 比如说这个海马尔放电 它就能使得啥呢 能带动这个皮层上面相关的这些component 就是这些人呢 或者是这个彩票 或者是这个场景来放电 然后来形成当时的episode memory 所以他认为海马呢 只是一个index 而真正的内容呢 存在这个皮层里边 那按照这样来讲呢 那么你需要 那个retrie或者recall 之前的这个episode memory的时候呢 那你就必须得有海马尔的存在 它才能指导你 到那些component应该出来 但是呢 目前呢 就很有争议什么呢 就是是不是在做这个memory retrieval的时候 一定需要一个完整的海马来进行放电 比如海马没放电 它也能recall 就是能这个retrieval出这个长很久以前的remote的这种记忆 但是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争议的 比如我们看这个表意 比如说这个 他说这个海马呢 受伤了之后 这里边差不多有十来个这个实验吧 那么所有的实验呢 都认为 就是第二 就中间那一列 就是recent memory呢 它一定会遭到伤害 比如你前两天干的啥事 你海马受伤了之后呢 你肯定记不住 这是不容置疑的所有实验都这么证明的 那么呢 对于这个remote的这个memory的retrieval呢 有些人呢 就大部分认为是这个没问题的 就是能回想几小时的时候 但有些实验呢 就是差不多十个里边能有四个吧 有三四个吧 他认为呢 就是小的时候是 那个伤害海马呢 也会伤害到呢 小的时候对很早remote的memory的这种retrieval 那就是有一个推广理论呢 叫做这个multi trees这个theory 就说啥呢 这个海马呢 在做memory retrieval 总是需要存在的 尤其做这个episode memory一种retrieval 你回想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的这种event 或者instance 那么呢 海马里边一些神经员呢 就要被这个reactivation 然后reactivation之后呢 它会这个相当于在海马里边重新又产生了一个trace 整个事件可能很多时间吧 它产生了很多的像那个画面似的 那么这个事件呢 就是你回想的次数越多呢 它这个trace呢 就相当于在这个海马里边重复的就越多 那么呢 它就不容易被这个外界的来干扰 然后这些trace呢 它可以给这个p床呢 提供一些这个context的信息 然后p床呢 根据这些context呢 比如说你在ger hospital 然后呢 你就能通过这context 你又想起你当时这个中奖 以及当时给你彩票的这个人呢 你彩票的什么样 这些相关的feature 你会重新提取出来 但是呢 就是对于有一些知识呢 比如说 昨天比如说 王老师教你这个 一加一等一二 比如说在那个教室里边教你 那你明天你还能想起来 这个昨天老师教我一加一等一二 那个场景 叫episode memory 但是隔了几十年之后呢 你却脑子里边呢 只能记住这个一加一等一二 你忘了 你小时候 到底是谁教给你的 这个一加一等一二 当时那场景你忘了 就做了这种dissociation 和这个context 做dissociation了 那这种最后形成了 相当于知识的东西 这个知识的东西呢 他可能就放在那个老批城里边 所以说呢 对于这种知识性的东西呢 他不需要海马 而对于那种就是自传性的这种episode memory呢 那么这个multi choice理论呢 比如说 当时买房子去那个房产交易中心 办那个房本 那你能想起当时的这个场景 那他认为这种回顾呢 这种那个recall呢 都是需要海马的参与 那还有理论呢 叫做这个transfer theory transform transformation theory 他就是拿着这个脑皮肠呢 就能够主要是存那些抽象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知识性 就是一加一等一二 还有啥呢 比如说这个 gist like 就是主题型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一个毛泽东的照片 你知道他叫毛泽东 你也忘了什么时候学 他知道他叫毛泽东的 但是你知道 但现在你知道他是毛泽东 那这种这个知识呢 像识别型的这种东西 都存在这个p层里 而且海马呢 主要存一些detail的这种context 就是和你具体的那个片段 你当时什么时候学的这些东西 他认为主要是存在这个海马里边 然后呢 这个海马呢 和这个P层呢 他们之间相互 有相互的这个interaction 然后呢 来提取各种各样的这种memory 或者是知识 接下来讲的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他认为这个medal prefrontal呢 它是这个remote memory的 这个retrieval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点 他的声据呢 他是encode 了这种 就是远藏的就remote 这种memory 比如你小时候发生什么事 他主要记在这个medal prefrontal里边 因为啥呢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两点 第一点啥呢 就是像H&M那个病人 他那个 海马尽管受伤了 但是呢 他那个小的时候发生的事 他可以不通过海马来直接的retrieval到 那这种就remote memory呢 就可能存在于啥呢 medal prefrontal这个地方 当然或者其他必须呢 最后发现实际是在medal prefrontal 那第二点我们还可以确定啥呢 就是这个memory的这种consolidation呢 它是需要花一定时间的 它是需要花一定时间的 就是啊 那刚才发生的事 它怎么样才能把它放在那盘 硬盘里边做永久性这种记忆 那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而且呢 这种永久性的记忆呢 需要这个啊 批诚呢 来做这个plasticity的 需要批诚来做一定的这种改变 才能incode的这个啊 memory为这个long term memory 那这里边呢 有几个实验来支持 啊 medal prefrontal呢 它是做这个啊 remote memory 这种啊 存储的地方 第一个实验就是啥呢 就是说啊 你让老鼠 比如说做这个 他主要这些实验都根据老鼠来做的 才有两 有几类实验吧 比如说这个CFC 这个实验 就是啊呢 比如你把老鼠放在 A这个contest 为A的这个笼子里边 那他经常会被电击 就是脚被这个foot shock 那他感觉到比如说很痛 那呃 训练几天之后呢 他被电击了几次之后呢 你再看到这个 让老鼠来到A这个笼子里边 他会很害怕 那B这个笼子呢 可能另外一个笼子 那么老鼠去另外一个笼子呢 他就不害怕 那去A这个笼子呢 哪怕没有电击 他也会浑身发抖 就像啥呢 有时候你静电似的 你比如你穿某件衣服 或是碰某个这个把手 你被静电过几次之后 你每回碰这个把手 你都会感觉到这个有点紧张 那这种呢 那这种呢就是CFC这个实验 叫做这个 啊 Context Fear Conditioning 就是和context有关的 你一到这个地方你就害怕 那么呢 前面这个就是 啊 context呢 它就是一个就是 啊 Conditioning的这种 Stimulus 然后后边那个电击呢 啊 那就是这个uncondition的这个 Stimulus 它俩是成对出现的 就是你看到前面那个 这个把手 或者看到前面这个笼子A 那你就马上就会 啊 产生这个恐惧的这种反应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啥呢 比如说25天前 你给老鼠做这种CFC的这种training 然后老鼠老鼠呢 就是在25天之后 他看到这个笼子 哎 他就害怕了 然后你测量啥呢 middle prefrontal 那块放电非常强 那么呢 你另外对照组这个老鼠呢 比如说你5天前 你给他做这种训练 5天之后呢 你测这个 你要老鼠看这个笼子A 那他呢 就是害怕 但是呢 他那个middle prefrontal 那块不怎么放电 就是那时候 他就感觉害怕了 还是通过海马 来让他产生这种害怕的感觉 而到很长时间之后呢 就是 啊 这种害怕呢 他主要是middle prefrontal 就相当于 这种害怕呢 也相当于回忆器 当前的那种恐怖的那种场景 其实他也不是回忆器啊 他就是这种和很早以前的这种 context 学的这个东西 他俩有这种association 这个 呃 场景 context 和这个 最后的反应 response 之间有这种association 或和这种情绪 有这种association 互相的情绪 association 那这种association呢 就说啥呢 最开始的这种 就是害怕的 和这个context 就是 就是 比如把手 和你这个害怕 他俩这种association呢 在海马 但后来呢 就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呢 这种association呢 已经被转到哪呢 被转到那个middle prefrontal去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你在25天前的这种训练 那你测出这种害怕呢 middle prefrontal放天很强 那么呢 你这5天前这种训练 就相当于中期啊 比较短的时间 那么呢 他也害怕 但是呢 middle prefrontal那边放天不强 因为那时候呢 是海马来做这种association的工作 那么呢 这个25天前的这种训练 然后你做这种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叫做这个remote 这个memory retrieval 然后呢 这个5天前这个呢 比如 那叫做这个recent memory retrieval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啥呢 就是 他可以测量到这个middle prefrontal 这个神员里边 这个基因的这种activity 就是有个基因呢 叫做false 他呢 叫做immunited early gene 就是说呢 你这个神员一放电 那么呢 这个false基因呢 他就马上 他就被表达 产生出蛋白来 那他测量啥呢 这种false基因呢 就是这个快反应 这种蛋白 那么呢 他在这个middle prefrontal的时候呢 你做这个remote 这种retrieval的时候呢 他会产生很多 这种false 马上产生出来 那么呢 你做这个recent memory retrieval呢 他就不放那么多false了 这就说明啥呢 这也说明了这个 这个false这个基因呢 这个表达呢 他也是 只有在这个remote retrieval的时候 这个middle prefrontal 他方便比较强 他在用到了这个false 那么呢 早期的时候呢 他这个 他主要是利用海马 而不是middle prefrontal 所以middle prefrontal的这个false 它的产生也不多 接下来呢 就是讲这个 一些新的方法 然后来找到这个当前的这个 memory的enggram enggram这种cells 我们说enggram cells呢 它有一下几个几点 第一点啥呢 就是这个 这种刺激 它能够使得这个 sup population neuron来放电 比如说你创车的时候 那可能 某一些神经元呢 它就把这个 它那时候再放电 就是把你创车这件事呢 它有所反应 第二点啥呢 这些神经元呢 它会发生 接下来会发生 持久性的物理化学变化 比如说突出的这种变化 或者是蛋白的这种变化 这样呢 它就能把那些事记下来 通过这种变化 分子或细胞的变化 把它的事情记下来 第三点呢 就是重要的啥呢 就是未来的时候呢 你如果让这些细胞 这些population细胞 重新放电的话 它能帮你回想起 当时的这个episode memory 那图二呢 就讲了这个 就是activity dependent的这种 recording labeling 就是标签 那这个时间里边呢 我们用到这个转基因老鼠 转基因老鼠呢 它那个就是脑子里边呢 它这个 都有这个下面那个false 然后和这个 TTA 这个 基因片段 那个false呢 我们看这个 它有个 相当于那个 框 带个箭头的那种框 它呢 是一个启动值 就是它呢 如果这个有false蛋白 出现之后呢 那么呢 后边那个 TTA这个东西呢 它就会这个蛋白呢 它就会表达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false是啥呢 就是 你这些神经元放电的时候 这个false它就会 马上就会出来 马上就会表达出来 也就是啥呢 它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放电 就能够通过这个false来传达给这个TTA 来让TTA表达 那TTA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们接下来就给这个老鼠呢 注入 通过这个场上呢 注入一些病毒 这个病毒呢 能转染这段基因 就是TRE 和这个后边那个蓝色蓝色荧光蛋白吧 牛肌炸呢 如果这个TRE这个蛋白被活化的时候 那么这个神经元呢 它就表达这个绿色荧光蛋白 本来那个老鼠脑里边没有这个绿色荧光蛋白 但是你TRE中之后呢 这老鼠脑里边就有绿色荧光蛋白了 它有绿色荧光蛋白 它能怎么定呢 绿色荧光蛋白它是一个离子孔道蛋白 那么呢你如果外边给这个灶这个蓝光 那么呢这个神经元呢 它就这个孔道就打开 那个神经元就可以放电了 所以说这个整个实验过程这样呢 就老鼠脑子里边有那个FOSE和这个TTA这个东西 然后呢又通过这个外部呢 通过这个AAV这个病毒呢 给转染上这个TRE和这个绿色荧光蛋白 那么它俩这个桥梁呢 就是说这个FOSE它产生的TTA这个蛋白呢 它如果作用在这个 它如果产生出来之后 它如果作用在这个TRE上之后 那么TRE呢它就被活化 它就能启动后边这个绿色荧光蛋白的表达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老鼠呢它吃一种叫做DOS的这种药 就在它食物里边放这种药 那么呢就是平常的时候呢 就是整个这个TTA呢 它就不能够活化这个TRE 这个药呢它能抑制它俩之间的这个作用 那么你现在要做实验了 你不让它把这个药呢就给它去掉了 那么这个通路呢就可以产生 如果去那个吃了这个 就不就是没有这种抑制作用之后呢 就是你可以开始做实验了 你把老鼠放到这个 Contest A的这个笼子里边 然后给它电击电击的时候呢 它这个神经元它放电嘛 它就产生这个Folz蛋白 那Folz蛋白呢 它就能使这个后边那个TTA 因为它是promoter了 它能使这个TTA蛋白表达 TTA蛋白表达呢 它就能使这个刚才注入的这个 那个通过这个病毒注入的这个TRE 它这个蛋白就被活化了 接下来呢 也就是把那个后边那个绿色荧光蛋白呢 它就表达出来了 这个蛋白相当于就出来了 有点答呢 这个时候你把它老鼠放在这个笼子里边给它电击 那么呢 它通过这个Folz这个活性 通过因为这个神经元放电 所以它能产生这个Folz 然后呢 从而传到它 那这个神经元呢 它就会表达这个绿色荧光蛋白 而没有放电的那些 它就没有Folz 也没有绿色荧光蛋白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区分出 就刚才这种电击的条件下 都有哪些这个Cell 它是 它是刚才有activation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看到小图里边那个 绿颜色的那个 就像他们被label上了 因为它被什么label呢 就像这些Cell里边 它有这个绿色荧光蛋白了 而别的Cell里边呢 就没有放电了呢 它就没有绿色荧光蛋白 应该说这个 那个CH22 它是蓝色荧光蛋白 那后边 那下边 它有一个就是 ARCHT呢 那个是 你用绿原色 那是绿色荧光蛋白 你用绿原色的光照 它之后呢 它就表达这样的离子孔道 这种离子孔道呢 和刚才那个 CH22呢 它这个 起的作用是相反的 一个呢 是 你经过光照 就蓝色那个光照 它使这个孔道打开 使这个神经元放电 那个ART那个呢 你用绿色光照的 它呢 使这个孔道关闭 使这个细胞 不放电 就是抑制它的放电 所以它俩的功能是相反的 那么因为有了这个技术手段呢 我们就可以对老鼠做实验了 我们看这个图B 就在这个正常情况下呢 这个老鼠呢 在Contest A下呢 它最开始呢 它所有的这个细胞呢 它都没有被Label 都是那个 颜色的吧 那接下来呢 你就给这个老鼠 停止供应这个DUX 这时候呢 这个 这两种蛋白之间相互做呢 就有可能发生 然后呢 你马上 你把老鼠开始 让它进行学习 你把它放到这个A的 这个笼子里边之后呢 你就给它奠基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发现啥呢 这个 其中有Sup population 有部分的那个Neuron呢 它放电 然后这时候它放电呢 它就可以这个 使这个Folz蛋白表达 然后后边TTA蛋白 它就被表达出来了 TTA呢 能活化 后边那个TRE 因为你没有给这个DUX 做这个阻断嘛 那它能使那个TRE表达 TRE表达呢 又能Promote 后边的这个 蓝色荧光蛋白 这个CHR2 CHR2 这个东西表达 那么CHR2表达之后呢 这个孔刀蛋白表达出来的 就表达在 这三个绿色的这个 细胞上 这个绿色细胞呢 它现在正在放电 就像智产光似的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对它做TEST了 你把老鼠呢 在过了几天之后 你放在这个A的这个笼子里边 那哪怕它没有电机 你看后边那个 那个闪电号 红点的这个没有了 它这几个细胞呢 刚才被Label过的细胞呢 还是放电 然后你发现老鼠呢 你看后边那毛都立起来了 所以它有这个Freezing的这个反应 然后你把这个老鼠呢 放在这个B这个笼子里边 另一个笼子里边 比如木头笼子里边 那么老鼠呢 它就不害怕 那几个绿色的那个被Label的那个 Neuron呢 它也不放电 然后C这个图呢 也是个图 它前面也是对老鼠训练 还是那个三个细胞呢 它是在A的Kontest下呢 它会放电 然后被Label上 所以这些细胞呢 它控制说这个老鼠 它会产生害怕的感觉 那接下来呢 你把那个老鼠 放在这个Kontest B底下 那你说这个Kontest B呢 木头龙呢 它不害怕 不应该害怕 但是呢 你如果这时候 你给那个老鼠呢 这几个神经元呢 它照这个蓝光 这个蓝光照过来之后呢 那么这几个 刚才被Label的这个细胞 它有这个CHR2 这个孔刀蛋白嘛 它就被活化了 那么这细胞开始放电了 你看上面那个 绿色的那个球 上面散光了 那说明 然后呢 你发现啥呢 老鼠行为上 它是 你看毛立起来了 说明它有freezing了 尽管在安全的地方 木头龙这里边 它还是感到害怕 因为啥呢 这是人工通过这个蓝色光照 使这些神经元放电 然后使它产生 这个恐惧的感觉 那后边这个图呢 你如果不加这个光照 那老鼠呢 它又会不平静了 因为它只要是木头龙的 所以它还不害怕呢 就和这几个神经元 被Label的神经元 它是有 充分比较条件的 神经元是对 就相当产生 这种害怕的感觉 然后D这个图呢 那前面那两个呢 还是和刚才一样 做这个就是训练 这时候呢 它训练 它给这个老鼠 注入啥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第二种 就是通过这个病毒 注入转入啥呢 这个ARCHT 这种就是 绿色的这种荧光蛋白 不是蓝色的荧光蛋白 那么呢 它呢 这个孔道的孔道呢 它是起抑制的 抑制这个神经元放电的 那么呢 我们说本来它在A这个地方呢 老鼠呢 它应该这个 产生这个恐惧 因为铁笼子 它一到铁笼里边 它已经被电过嘛 所以它应该害怕 那这时候呢 你给它照这个绿光 绿光呢 它就使这个 我们刚才说那个 ARCHT 那个孔道蛋白呢 它就被活化了 而它这个活化 是干嘛用的呢 它是来抑制 这些神经元放电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几个被标记的 这个神经元呢 它没有放电 因为它里边 有这个抑制的 这种孔道蛋白嘛 那么它没有放电 然后发现老鼠呢 跑AZ笼子里边呢 它也毛也没力 没有形成FREZING 然后呢你后边那个图 你如果不照这个绿光呢 这个老鼠呢 它这几个被label的神经元 就放电了 绿色那个 那么呢老鼠呢 就有这个FREZING 然后呢就有研究说啥呢 就是老鼠呢 就是刚才做那个CFC这种 电击这种实验之后呢 经过这个一段时间 比如两周 然后老鼠呢 MIDAL PREFONTAL呢 慢慢的它这个PLASTICITY 它是增强的 这种连接增强的 这点呢 它也支持啥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MEMORY呢 它做系统性转移 从这个HIMER呢 应该转到MIDAL PREFONTAL了 然后所以说呢 有人就提出了一个叫做EARLY TAGING 的这么一个假说 假说 也就是说呢 当你学这个CFC啊 这种电击实验的时候呢 这个HIMER啊 或者是周边那些组织 叫MIDAL TEMPOR那些组织啊 比如那个INTERHINO这些 它们很快呢 形成啥呢 这个EPICODE MEMORY 因为啥呢 它们有比较快的这种 那个突出的这种PLASTICITY 在HIMER里面 然后呢 它呢 就相当于短期的这种 存储这个记忆呢 就这种association 然后呢 它就把这种记忆呢 随着时间不断的 把这个记忆呢 传递给这个MIDAL PREFONTAL 然后还有个人做实验啥呢 他在这个PREFONTAL那块 他加一些这个 Glutimate的这种结抗剂 比如这个EMPER和这个 KINET的这种 受体的这种结抗剂 那么它就不放电 这时候呢 它会影响啥呢 这个Remote MEMORY的这种 呃 学习这种RETRIVAL 就是你不要那个PREFONTAL放电了 那么你30天 你让它回忆30天之前的这种训练 它回忆不起来 但是呢 你让它回忆两天之前的训练呢 它却能回起来 因为啥 两天之前的训练 呃 它和那个MIDAL PREFONTAL没关系 它用海码 因为你刚才抑制的是这个 MIDAL PREFONTAL这种放电 它只和这个 所以这里边就说啥呢 这个MIDAL PREFONTAL 它呢这个ACTIVITY和它的这个PLASTICITY呢 只和这个REMOTE的这个MEMORY是有关系的 和这个RECENT的MEMORY呢 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还有一点啥呢 就是这个MIDAL PREFONTAL那块呢 它也有一些这个ENGRAM CELL 就是这些CELL呢 它刚开始学完之后呢 它就被 它就被标为ENGRAM了 但是呢 它开始呢 是处于这个SALENT的状态 就是 你让它看这个NATURAL这个Q 它不会放电 但是隔了很长时间之后呢 这些SALENT状态的这个MIDAL PREFONTAL的ENGRAM CELL呢 它就变成了ACTIVE状态了 接下来讲啥呢 就是MIDAL PREFONTAL 它可能和REMOTE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肯定有一些信息输入到MIDAL PREFONTAL 它才能够以后有这些信息 那么呢 有些研究军发现啥呢 这个HEMER 它通过啥呢 这个MIDAL INTERHINO MEC的这个第五层 发那个白子树给啥呢 这个MIDAL PREFONTAL 还给啥呢 这个AMIGDALLA 尤其是这个BATCHOLETERAL AMIGDALLA 所以这些信息呢 认为呢 是对这个MIDAL PREFONTAL 形成这个INGRAM 是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 比如有个实验就是啥呢 你在学这个电击这个CFC实验的时候呢 那么呢 你通过光基因 抑制这个INTRHINO这个对MIDAL PREFONTAL的输入 就是你学习的时候你你抑制这个输入 那么呢 它会伤害啥呢 就是REMOTE的这种MEMORY这种RTRIVAL 就是你十天之后呢 这个MIDAL PREFONTAL CORTEX那些神经元呢 它不工作 因为啥呢 开始那个学习的时候这个输入给断了 但是它并不伤害啥呢 两到八天后的这个RECENT MEMORYRTRIVAL 因为啥呢 那时候他RECENT RETRIVAL 我们说他只用这个HIMER 因为HIMER它没有受到这种伤害 那还有一些那个用一个实验 啥呢 用光基因抑制这个 还是刚才那个MIDAL INTERHINO 对其他批肠的一些输入 那么呢 就是对其他批肠输入给断了之后呢 这个它不影响这个REMOTE的这个MEMORY的这种RTRIVAL 有啥呢 MIDAL PREFONTAL工作还正常 它还有个实验就是啥呢 那就是说在RECENT RETRIVAL 来抑制这种就是信息的输入 就是HIMER对这个MIDAL PREFONTAL的输入 开始呢是在学习期 现在RECENT RETRIVAL 那RECENT RETRIVAL 它就不影响这个REMOTE的这个MEMORY 这种RTRIVAL 因为啥呢 RECENT RETRIVAL 它不经过这个HIMER 直接通过这个上面那个P层 到这个MIDAL PREFONTAL 它就能够提取出来这个REMOTE的这个MEMORY了 它不需要经过HIMER的 因为那时候HIMER它只负责前两天的 前两个月的 而不负责你小时候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域 咱们说这个AMIGATA 那么呢 呃 他就发现啥呢 这个BITULATER 那个AMIGATA 这个BITULATER AMIGATA 他呢对这个MIDAL PREFONTAL呢 他也这个有这个信息传递作用 就咱呢把他这个情绪的信息 就是恐惧的这个信息 然后传递给这个MIDAL PREFONTAL 然后MIDAL PREFONTAL 才能做association嘛 把这个contents和这个恐惧信息 associate在一起 然后呢你通过光基因 你在学习的时候呢 你抑制这个 啊 AMIGATA 对这个MIDAL PREFONTAL的这个输入 那么呢 它也会伤害啥呢 这个REMOTE 这个MEMORY的这种Retrieval 也就是说呢 海马尔对MIDAL PREFONTAL的输入 以及AMIGATA 对MIDAL PREFONTAL的输入 都很重要 他又做另外一个实验 就是说 你现在MIDAL PREFONTAL 你不要让它放电了 你通过光呢 你让这个就是 啊 海马尔和这个 啊 AMIGATA 这两个呢 放电 就是刚才被LABEL的CL进行放电 这样的话呢 它会产生人工的这种REMOTE FEAR 这个老鼠呢 会人工的海拔 但是 这两个相当于MIDAL PREFONTAL的前端输入 你尽管MIDAL PREFONTAL 什么样的放电 但是前端这两个速度 输入产生这种放电信号的话呢 那个老鼠呢 他也会 产生这个害怕的这个 呃反应 就是当他做这个REMOTE的这个 啊 memory这个Retrieval的时候 啊 其实这个实验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让这个 AMIGATA LA放电了 他他自然会这个 啊 freezing了 但是不管怎么讲 就是啊 AMIGATA LA对这个MIDAL PREFONTAL 输入 以及呢 就是海满R 尤其他是经过这个 interhino 然后对这个MIDAL PREFONTAL 输入 他两个呢 对这个 你这个REMOTE MEMORY的这种形成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啊 下面讲一个重点 就是MIDAL PREFONTAL 他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呢 他产会首先产生静的这个 engram cell 呃 这是啥呢 研究发现啥呢 就是你在做这个电击 这个CFC这个实验的时候 他那个MIDAL PREFONTAL 部分神经元呢 他就是在训练的时候 他会强烈表达这个FALSE蛋白 并且呢 这个FALSE蛋白呢 它和什么有关呢 和这个 AMIGATA LA对MIDAL PREFONTAL 输入 同时那个HIPOCAMPERS 对那个MIDAL PREFONTAL输入呢 他呢 都是对形成这个FALSE 这个ACTIVITY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就认为啥呢 这个FALSE的这种表达呢 他就形成了这个MIDAL PREFONTAL 这个MEMORY的这个ENGRAM CELL 就相当于人体呢 是通过这个FALSE的蛋白 来做这个ENGRAM的这种labeling 然后呢 如果这些被label过的 当然他也是要label上这个 就是人为的那个 蓝色那个櫻光蛋白 就是那个CHRR那个东西 那这时候呢 你通过这个 蓝光照的 那么呢 他会retrieval出这个 recent和remote的两种 这个MEMORY 都会retrieval出来 因为啥呢 尽管它是silent的 但是你如果是用这个蓝光照的 它还是会放电的 放电的就代表它能 retrieval出以前的这个 recent和remote的这个MEMORY 这点呢可以通过这个 behavior它这个freezing 来进行验证 所以说实际上呢 这个middle prefrontal 的ENGRAM CELL呢 它是在训练的第一天就产生了 只不过产生出来呢 它是一个silent的这种state 这silent state size呢 就是说你用这个 nature context cue 你让它看到这个笼子 它不能放电 但是呢 你让它这个 用这个蓝光照的 它能放电 能够产生这个freezing 其实我觉得啥呢 它的意思也就是 这些middle prefrontal 放电这时候已经 它能够让这个amigadala 来产生这个放电 产生恐惧的感觉了 或者说它我觉得 它应该可能啥呢 直接啊 通过产生这个motor cortex 它接下来连到motor cortex 然后产生这个flatten the fight 也不一定马上 就是就是刚学一天的时候 那它就能反馈到这个amigadala 然后让它来做这个freezing 因为啥呢 那时候这个middle prefrontal 和amigadala 它之间这个连接 还没有这么快的形成 然后呢这个middle prefrontal 这个force表达这些细胞呢 就是被活化细胞 它呢是做这个remote memory retrieval 的一个necessary必要条件 就是这些表达的细胞 你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呢 形成remote的时候呢 你用这个natural recall cue 它能够这个 研发的这个这些细胞放电 然后产生这个freezing 然后呢 但是呢就是你刚训练之后的第一天 natural recall cue 呢 这不好使 但是呢你可以用光基因呢 第一天的时候光基因 来使它那个reactivate 这是说明啥呢 就是这些cell呢 它是已经是有普通的cell 变成engram cell 但是这个cell第一天的时候呢 它还属于这个silent state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三 它就讲这个active和这个silent的这种engram cell 那么呢图A的左边这个呢 它是active的engram cell 就那几个 那么呢它们这些engram cell呢 它可能在不同的pature 可能在hammer 可能在这个middle profile 可能在其他pature 那么呢这个active engram cell呢 它就是绿色闪光那个 那么呢它放在这个contact A下呢 就是铁笼子里面 它就会害怕 那这些cell呢它就会放电 然后我们看这些cell呢 它的这个速图的这个spine呢 它是很mid的 那这种cell呢可能是海马尔 在这个初始阶段 刚学院那几天 也可能日常呢 是middle profile在这个 学后两个月 就很久之后 它都会行 类似的这种engram cell 然后后边那两个呢 A的后边两个呢 叫做silent的这种状态 我们看在silent状态下呢 它这个速图的这个spine呢 它都是很稀的 尽管呢它们已经相当于 被这个force来label了 它外面有一圈这个绿色 然后呢很稀 那么呢 你这个natural recall queue呢 不能使它这个放电 但是呢 因为你这个已经做了 chr2的这种label嘛 那么你可以通过光照 使这些神经元放电 然后这些神经元放电之后呢 它会在这个context b 你看最右边那图 context b很安全的 木头笼子底下 它也会产生这个 发抖的这种症状 然后我们看这个b 这两个图 两排毒 就老鼠呢 它在这个 去掉这个dox之后呢 来做这个电机的这个训练 那么呢 我们看上面那一排 是middle prefrontal神经元 最开始呢 它这个放电训练之后呢 它被label成这个 它里边的 label成红圈的那个 近隙隙的enggram cell 这时候呢它的spine呢 还很稀 然后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些cell呢它变成materialization 变成熟了 然后呢 你再用这个recalcule呢 它就能够放电 这时候你会发现呢 它们的这个速图的spine 已经变得很密了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同样的一个实验 你看那海马里面的 这个enggram cell呢 它最开始呢 这个enggram cell呢 它就已经这个 能够放电了 而且这些enggram cell呢 最开始的时候 它spine 就已经很密了 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 它变成materialization 到后来呢 到挺长时间之后呢 这个海马呢 它实际它已经不针对于 你很早以前学的那个东西了 尽管呢 它还上面有一圈label 它相当于 它由这个中间的那个active 状态呢 变成这个deactive状态了 那么呢 这个medel peripheral和这个海马呢 它这个enggram cell呢 它俩应该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那它也伴随啥呢 通过这个两个过程 一个呢 由这个silent 变成这个active 另一个呢 海马呢 由这个active变成silent 然后呢 也伴随着啥呢 这个memory 这个storage 未点转移 由海马呢 转到这个medel peripheral 然后呢 它们两个这些 什么是silent的 什么是这个active的呢 可以通过啥呢 这个 它这个速度的这个密度来判断 然后呢 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基因的一些表达 来进行判断 比如force这个蛋白 它呢 来做这个label嘛 或者是我们根据force 来诱导出的外加的这个 通过病毒转路进来的chr2的 这种label 它也是label 这label呢 就是你在放电的时候呢 它就来产生这种蛋白 然后呢 它就可以去通过这些蛋白呢 来区分于其他的这些神经元 没放电的那些神经元 然后呢 当你学这个电机这个cfc的时候呢 那么呢 这个frontal这边呢 它有一些 比如说 histone h3呢 它 会伴随着一些这个乙线化 还有呢 一些这个 一些基因的这种假计化 这种呢 它可能会对于这个接下来这个 middle prefrontal 它这个对这个memory的维持 它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还有呢 一些比如说这个 h2a和h2a这个变体 这两个蛋白呢 之间这种相互 一个change in 海马和这个middle prefrontal 它们呢 能影响接下来这种 数百个这种基因的表达 它们呢 对这种就是consolidation memory的这种 位点的转移呢 可能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分子呢 还有基因上的一些变化 可能也能label这种 active和这个silent 这种ingram cell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图示 图示是另外一个实验 叫做i blink 这种conditioning 就是啥呢 或者i poof 就是说 你先给它出一个声 出完声之后呢 隔0.5秒 就500毫秒之后呢 你对老鼠的眼睛呢 吹一下 那么呢 你通过这样 反复的这种训练 那么呢 它就感觉啥呢 你听到声之后 它马上就闭眼睛 就是它以为声之后 马上就有这个风 来吹它眼睛 或者揪它眼睛 或是shocked 那么呢 你如果这两个之间呢 这个声音呢 和这个shock 之间间隔距离特别长 下面那个蓝色那个 那么呢 它认为这两个东西呢 刺激呢 它俩不是pair的 那就比如说 你这个 要听一个声音之后 20秒之后 你再吹它眼睛 那么老鼠呢 觉得这两个事件呢 是相互独立的 或者这两个刺激呢 是相互独立的 那么呢 只有这个很快 这两个stimulus很快 相互这个 尖隔很短 那么呢 它才觉得它俩是程度出现的 叫pair的 就下回你再出这声音之后 它马上就变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比这两组 一个红色曲线 后边那个b 那组一个蓝色曲线 那么刚学完 那几天之后呢 它测量什么 神圈放电 重座标是 z score 神圈放电 就是它呢 在这个tone 就是 写完之后 中间被我和间隔0.5毫秒 我们那一段时间 它的这个神圈放电 你发现 就刚训练完之后呢 它没什么反应 就是m prefrontal 那个ingram cell 但是呢 你如果要是六周之后 我们就发现这个 这个pair的这个实验 它比这个 呃 假的pair的这种 蓝色的这个实验呢 它就会有持续的这种 activity ingram cell 它会有持续的activity 就是你除了sern之后 这个tone 想完之后 然后呢 它这段时间呢 这个神圈一直放电 就告诉你 你赶紧闭眼睛 直到啥呢 这个风吹过来之后 这个放电才会消失 这个呢 只有在这个有这个pair 相当于有这种association 就是这个声音和这个 接下来这个刺激 啊 或者是shock 它俩之间 这种association的 短时间的association 它才会有这种 持续的放电 然后呢 这个figure 4的图C呢 它是一组实验 就是在这个第一天的时候 这老鼠呢 最开始先去context B 是一个安全的木头笼子 它没什么反应 然后呢 这样呢去这个context A 然后对它进行奠击的这个训练 结果了浑身发抖 那么第二天呢 也是它要 让老鼠呢 先去这个 context B 结果老鼠不发抖 然后呢去context A呢 铁笼子里边 它就发抖 这就说明啥呢 这个 木头笼子 尽管也是同一天 但是呢 它不会associate到这个电机 而那个context A呢 那个铁笼子 因为它和电机的时间离得比较近嘛 它会associate在一起 而且呢 经过第15天的时候呢 也是 你把那个老鼠呢 放在木头笼子里边 它不发抖 放在铁笼子里边呢 它就发抖 这时候呢 这种处理呢 这种association 可能已经转到那个 middle prefrontal了 而这个第二天之后呢 可能在这海马 但是呢 它们同样都是啥呢 这个 context 和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电机 它俩之间这个时间间隔 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 它的时间间隔很长 比如这个context B 和这个 隔很长时间之后 的这种电机 它俩就没有这种association 只有铁笼子和这个电机 它俩之间有这个association 然后这个土地呢 就是它的这个 钙离子的这个activity 某一个神经元的钙离子activity 我们发现啥呢 做这个电机这个训练的时候 这个老鼠的 prefrontal呢 它那个神经元呢 它分为两类 其中11%的神经元呢 它呢 就是经过这电机的时候呢 它会放电 我们称为这个shock神经元 它这个放电的时候呢 它有这个钙离子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钙离子 这个进出transition 而另外的89%的神经元呢 它是 在电机的时候呢 它没有放电 我们用蓝颜色那个线来表示 我们可以看到啥呢 第一个图 就是第一天训练的时候 那个89%的蓝颜色神经元 无论是在木头笼子B 还是铁笼子A 还是铁笼子有放电的时候 它都没反应 因为它是这个nanshock的神经元 而这红颜色呢 11%的神经元呢 它在铁笼子 和木头笼子没有反应 铁笼子没有电机的时候 没反应 如果有电机的时候 它这个钙离子 这个activity增强了 那第二天呢 之后呢 我们发现 这个meter prefrontal呢 这些神经元呢 就是89%的这个蓝颜色的 这个nanshock神经元 它无论在铁笼子 木头笼子都没反应 然后呢 这个shock神经元呢 它也没反应 因为咱在meter prefrontal 第二天的时候 它是 还没有成熟嘛 还silent 那么在15天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咱呢 这个nanshock还是没反应 但是呢 这个 这个shock的这种神经元 红颜色的11%的神经元 它在铁笼子里边呢 它是有这个钙离子的 这种activity的 所以这也说明啥呢 通过钙离子成效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meter prefrontal 它的这个 这个engram cell呢 它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呢 来成熟的 来做materialization 由这个silent的engram 变成这个active engram 也相当于这个 记忆的这种转移呢 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啥呢 就是这个meter prefrontal呢 它的这个engram cell的成熟呢 它需要这个海马的engram cell呢 对它进行一定的输入 比如说你阻止这个c3 那它的这个output 在这个memory 这种consolidation中 记忆转移期 你阻止这个c3 那么呢 c3它是发信号给c1嘛 那么它会减少啥呢 这个shark wave repo 也就是啥呢 这种高频的震荡 但是高频震荡它就停了 它是需要c3 到c1的这个输入 那c1的这个replay呢 play cell的这个replay呢 它也就停了 这种这个put replay呢 它会伤害这个 这个电机训练的这个remote 这个memory 而相反呢 所以说呢 这个middle interhino L3层对c1呢 它也有这个输入 但这个输入呢 它不会影响啥呢 这个shark wave的这个reple 就是这个 这个 快高频率的震荡 它呢也不会影响啥呢 这个 c1的这个replay 所以呢它也不会影响这个 远程的这个memory 这种transfer的consolidation 所以说呢 这里边这个 这个shark wave reple 它所研发的c1的这个play cell的这个replay 它对这个consolidation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经常说这个睡觉的时候 你这个memory呢 就从这个hymer 通过这个shark wave 这个reple 它就转到这个middle prefrontal去了 其中呢 这个c1呢 做这个白天的这种replay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把这个弄弄没了之后呢 那么对这个remote memory 也会起到伤害吧 就训练后 它用这个慢性的 就长时间的 就你训练 第一天训练之后 你用这个病毒 TX病毒呢 来抑制这个 这个dented jerry的这个output 它也会伤害 12天后的这种middle prefrontal 这个engram cell的这种materialization 因此它呢 这个 它阻止啥呢 这个病毒 它能阻止这个 M middle prefrontal engram cell的这个速度 这个density 它就阻止啥呢 这个时间一代的 就是你训练之后 按理说它应该 middle prefrontal 它应该engram cell 逐渐成熟嘛 它就把这个成熟过程给阻止了 然后那个盖离子型号 按理说应该 随着时间推移 应该在middle prefrontal 逐渐增强 就是像那个figure4d 但这时候呢 因为你阻止了dg的这个 对这个dented jerry 对这个middle prefrontal的输入 那么呢 这个盖离子型号增强 这个过程它也看不见了 现在呢 讲这个海马尔呢 它这个engram cell 它有这个dematurization 就是啥呢 就是你在电机训练 CFCU训练之后15天呢 那么这个context queue呢 它就不能够reactivate the 海马尔这个dg的engram cell 那么呢 而且你会发现啥呢 海马尔这个 当时那个engram cell呢 它这个spine 会明显减少 然后呢 它的activity 在15天的这个时候的这个retrieval memory retrieval 它呢 比这个5天的这个retrieval 要减少 因为海马呢 它incode 当前的这个memory 正好和那个middle prefrontal呢 它是这个相反的 然后呢 光基因呢 尽管它这个慢慢处于这个静系器了 这个海马 就属于时间了 但是呢 光基因呢 还能够是当前那个 之前的那个label的这些cell呢 啊 重新研发这个freeze 这说明啥呢 海马尔呢 慢慢的这个神经元呢 就是录制掉 就是remote的这种就是memory 然后呢 还有一个实际呢 就是remember cue 就是在你做这个remote 这个memory retrieval的前一天 你让它重新看一下这个content cue 这样呢 它会reinstate这个海马尔这个dependency 海马尔呢 一块呢 又重新好像是这个 它的这个engram是样的 好像被重新激活 尽管呢 它就这个 它已经慢慢处于这个silent的期了 那么呢 这个也能反映出啥呢 海马尔整个这个 它的enggram cell呢 慢慢处于这个 啊 静系化 啊 主要是因为啥呢 因为新的这个memory 啊 当前的memory要进来嘛 它的这个 啊 plasticity 就是 它的这个rewire 它的这个突出来 for新的这个memory 啊 也可能因为啥呢 因为海马尔这块它会 经常会生成一些新的这个 这个neuron 它可能会 啊 能影响到这个整个这个电路 还有可能啥呢 就是medial prefrontal呢 它可能有反馈的这种 一支形式信号 就慢慢erase 掉这个海马 这个remote的这个memory 当然我觉得 有可能啥呢 这个突出它自然的这种 就是啊 减弱啊 这种有点像 exponential decay 似的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figure 5 figure 5呢 是本文这个核心的一个图了 那么呢 它最左上角那个呢 就是说 在这个CFC做电机训练的时候呢 它这个enggram cell 在MFC的enggram cell 是如何形成呢 那么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 海马那块呢 它接收 呃 外边 这台的这个就是 比如铁笼子的 这个context A的这个 呃 视觉的这些信息 然后呢 这个海马呢 它里边有一些部分 证据放电 那么呢就是海马的enggram cell 它这个enggram cell呢 它上来就是active的 然后海马呢 将这个信息呢 通过这个 medial intrahedral cortex 然后发给查呢 这个 阿米格达拉 就是BLA 和这个 这个middle prefrontal MFC 这是在训练的时候 训练的第一天 Day 1 那么呢 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那红颜色那个箭头呢 它就代表这个 啊 shocking 另一个这个stimulus unconditioned stimulus 它呢 经过这个阿米格达拉呢 变成了这个就是 害怕的这种感觉 或震惊的感觉 然后这种感觉呢 经过阿米格达拉 它也传递给这个 middle prefrontal 所以这两个 一个黑颜色箭头 红颜色箭头 对那个middle prefrontal的这个 啊 ingram cell的这个 啊 初始化这个形成呢 是这个 necessary 是必须的 然后呢 Day 1的时候呢 middle prefrontal 那个你看那三个那个 神圈 那个 绿色的小圈 而它呢 还没有不能activate 所以它那时候还是一个silent的 这时候呢 你如果用这个 蓝光照的话呢 如果是里边label上了这个 就是 啊 荧光蛋白那么它是可以被激活呢 然后再往下面看 就是训练之后呢 经过了几天 啊 这个期间呢 这个啊 middle prefrontal 那几个那个 ingram cell呢 它逐渐成熟 成熟呢 就变成实性了 那尽管它没30 发光没 呃 那么成熟的过程呢 它需要两方面的输入 一方面呢 是amigdata给它 红颜色的那个感觉的信息 另一方面呢 这个海马呢 也通过这个 啊 middle interhenial 将这个信息传递给 amigdata 和这个 啊 middle prefrontal 这这个过程呢 就是consolidation的过程 将memory呢 从海马呢 传递给了 这个middle prefrontal 然后呢 右下角这个呢 就是 呃 当过了比如两三周之后 那么呢 这个consolidation过程已经完成了 那么 我们看到啥呢 海马里话呢 是变空心的了 呃 那这时候呢 海马里的这个 那个enggram cell呢 由active变成silent了 呃 这时候呢 你可以用蓝光来使它激活 但是外边的这个recall cue 就不能使它激活了 呃 那么recall cue呢 它可以使这个 middle prefrontal cortex 这个interheal 呃 呃 enggram cell呢 它已经是active的了 是 然后那个 equall cue呢 可以使它激活 它激活之后呢 它能这个 呃 反向的是这个amigdata 这个对应的这个 呃 enggram cell呢 来这个活化 然后从而呢 提取出这个 通过这个cue 啊 恐怕恐惧的这种感觉和这个reaction 那这个呢 就是相当于remote的这个memory的这种 啊 啊 这种retrieval了 我们再看右上角这个呢 那就是 啊 recent memory的这种retrieval 这个时候呢 recent memory 我们看到它没有用到啥呢 这个middle prefrontal 它用到啥呢 它是相当于早期嘛 recent的是早期 刚训练后两三天 那这时候呢 这个recall cue呢 它能使这个 海马尔的这个interhino 它还属于active状态 能使它激活 然后通过海马尔的这个 呃 middle interhino 然后 使这个amigdata 上面深居然被激活 总的来讲啥呢 就是 就通过这个context 或者recall cue 然后呢 来视察呢 呃 产生这个 恐恐怖的这种感觉 呃 这种感觉呢 就是呃 相当于 呃 那个amigdata 的enggram cell呢 呃 使它被reactivate 那么看到总体来讲呢 这四个图里边呢 这个amigdata 的这个 呃 enggram cell呢 它始终是这个activated 它没有这个 silent tie 呃 它只有啥呢 activate tie 所以呢 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 对于recent memory呢 我们 呃 需要海马 然后来是这个amigdata 来激活 那么呢 呃 在这个remote memory 呃 你需要 那个recall cue 需要通过这个 middle prefrontal cortex 然后是这个amigdata 这个神圈被激活 那么呢 这两个呢 像那个电路它俩有一个switch 随着时间的变化呢 呃 这个信息呢 由这个 海马 然后转到这个middle prefrontal 然后呢 时间发现啥呢 无论是recent的这个电路 还是这个remote 经过m prefrontal 最后呢 这个amigdata 这个 engram cell 呢 他们俩呢 就对同一个这个 cfc的这种 context 他们呢 这个有同 基本有非常多的 这种 这个overlapping的这种神经元 就是啊 那这些神经元呢 无论是对近期的memory 和远近memory 它用同一批神经元 来encode的这种 就是恐怖的 害怕的这种感觉 尽管呢 他们被激活于 这个两种这个电路 一种呢 就是recent的这个 就是右上角的电路 另一种呢 是这个右下角 经过这个middle prefrontal的电路 那这个呢 是这个remote memory 的这种recall 然后呢 最后那个amigdata 它是提供这个 这种感觉的这种violence 它呢 可以是负向的 比如说恐怖 恐惧 还也可以是正向的 有些奖励呢 可能也和amigdata 这个放电是有关系的 其实我觉得 更应该是一个NACC 和那个奖励 可能是有关系的 但是类似的通路 可能是 类似的这种 就是电路过程 电路switch的过程 由近期到远期 由这个海马 变到这个middle prefrontal 那也有人报道说啥呢 其他的这种cortex 也有类似的enggram cell 但不管怎么说呢 比如说associative 或者sensory cortex 它们都将信息 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 汇集于这个海马 那么呢 在这个晚期 就remote 这个时候 它都汇集于middle prefrontal 所以说呢 海马对于这个recent 这个memory retrieval的作用 和这个middle prefrontal 对这个remote memory 的retrieval作用 它俩应该是相似的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retrieval recent 和remote memory 的时候呢 都是发信息呢 给这个 amigadala 来reactivate amigadala 相关的这个 宣定员 来实现这个memory retrieval 总体来讲呢 这个memory 的system 这个consolidation 就是 将这个海马的信息 慢慢挪到这个 middle prefrontal 挪到硬盘上去 来做长期的存储 那么呢 它很重要一点啥呢 就是在 比如说CFC 这种奠基的这种 学习的时候呢 这个middle prefrontal 的神经元 它会马上呢 形成这个engram cell 尽管当时 还是一个silent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在几周时间之内呢 来做这种memory 的这种shift 然后呢 这个middle prefrontal 的enggram cell 逐渐变成啥呢 它逐渐变成 这个active 状态 也就是逐渐变成成熟 然后呢 海马而的神经元 照相反 它开始是上来的呢 它是这个神经元 也是成熟的 然后呢 逐渐变成silent 那这个middle prefrontal 它是在海马而的这种 给输入的状态下呢 它是不断的变成熟 然后我们说啥呢 这个CA1呢 它能replay 能在睡觉的时候呢 不断replay 通过啥呢 这个SWR这种波 这种高频的 这种震荡的波 然后呢 来帮助这个memory呢 做这个shift 做这个consolidation 他们做实验发现啥呢 就在这个quered wake 和这个慢波睡眠的时候呢 这个都会出现的SWR这个波 然后使得啥呢 middle prefrontal这块的这个突出链接呢 应该变强 然后还有啥呢 你如果是干扰这个SWR这个波 或者干扰这个睡觉呢 这种consolidation呢 会被减弱 所以说啥呢 这种consolidation memory这种shift 和这个SWR波 和这个CA1的神经元的replay 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后说啥呢 训练这个30天后呢 这个奠击这个CFC 这个它在皮层里边这个memory呢 在middle prefrontal 它慢慢失去呢 啥呢 这个contact的specificity 这也是因为啥呢 这个middle prefrontal 就是在皮层上的一些 这个长期的记忆呢 很多都是这个 予以相关的 而不是啥呢 IP show的相关 这个主要因爲啥呢 你大概训练两周后呢 这个海马呢 它就不提供这个contact的information 因为海马那个engram cell 它逐渐silent了 然后呢 实验发现四到六周之后呢 这个contact的这个specificity in middle prefrontal 它是逐渐下降的 有的时候啥呢 就是可能变成知识呢 就是你知道这个 这个东西一加一等样 但是你慢慢就忘了 是从什么什么地方 学来的这个知识 就是它具体学习的这个场景 你就慢慢忘了 你刚学后的第一天 你前几天你还能记住 但是学完经过很长时间呢 你慢慢就忘了这个episode 这个contact 然后你retrieval 这些knowledge的时候呢 你也不用再经过海马了 直接啥呢 就像那个remote 它直接通过middle prefrontal 来retrieval这些信息 再有呢 这个middle prefrontal 我们说它是这个gist的like 形容的这种memory 就是它呢 和主题有关的 那比如说你背一个比较难的单词 那你今天呢 在这个 A这个 窒息教识背了一边 明天呢 在B这个窒息教识背了一边 那很多这种context 那最后呢 都形成这个A这个单词 和它的意义的这种对应关系 那最后呢 他就这些context慢慢都忘了 那那个middle prefrontal 或者啥 他只知道这个具体的 它的knowledge 它的意思是什么 而不记得 他到底是怎么来学得的 这个episode 这个context 他就慢慢就忘了 他就最后形成这个 语义的这个信息呢 那么今天呢 就讲这么多吧